超级演说家 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公共话题是 本轮对战问题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一首淡淡的歌 呼唤起多少人内心的涌动 三十张照片三十载光阴 这个爱的故事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上演 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爱的故事里 时间都去哪儿了 本轮对战现在开始 乐嘉问问你呗 你觉得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的时间主要是用于思考 好吧 第一轮是我和健斌 你打算请哪位演讲者呢 孙昊辰 我们来首先有请出的是 孙昊辰 虽然我现在还不太懂中国的历史 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是我的根 讲的时候呢 不用考虑什么 普通话 英语 不用 你只要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你内心深处的那个最想表达的那个内容呢 那个方式就是我想看到的方式 陈老师是一个很真心的人 他教我们是要把你的心中想说出来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说得更好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拜访我 就是在我方便的时候 你不能来拜访我 这个文化差异啊 是我们的习惯啊 太简单了 他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关于我的内容 毕竟我是一个ABC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后面我想要讲 关于我的比较有深度的想法 孙昊辰 You can do it 他独具史上的深度表达 即向震撼发生 老师好 各位大家好 浩辰 我们听你说 大家好 我叫孙昊辰 其实这个名字是我一年多以前才改的 我的爸爸姓史 我人本叫史昊辰 从小就非常听他的话 但是 我想要来中国 可我爸爸却不同意 身为父母 一定会想要孩子的人生 过得平平安安 幸幸福福 说真的 其实 在美国我算是一个 非常幸运的中国人 18岁 考上了博克里大学 写金融投资管理 21岁 进入了大家都羡慕的 英特尔公司 管制三亿美金的投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 直到有一天 医生告诉我 我患有先天性的少年年龄 缓斑病变 就是 在十年之内 我就会 什么都看不见了 一开始我 的确没有办法接受 想不开 很崩溃 我甚至把所有从小到大的照片 翻出来 拼命地看 根本不敢闭上眼睛 因为我害怕 十年后 就再也看不到了 当我眼睛开始 看不清的那一刻 我听到自己的内心 最清晰的声音说 不 我一定要来中国 因为我不想等到 不能再等到那一天 才遗憾地问自己 时间都是哪了 从小到大 我都听完了爸爸的话 但这一次 我决定清我自己的内心 我的妈妈为了支持我的决心 把我的中国名字改了 并且她姓孙 这就是今天的我 孙浩川 我来到中国 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 超级演作家 这个舞台是给 有话要说的人 准备的 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 看清楚大家的面孔 没有办法和你们做演示交流 但 我想用我的心来告诉你们 Erin有时候会将我们击垮 但 更多时候 他让我们重新思考 自己的人生 今天我站在这里 想问问大家 假如光明随时会从我们眼前消失 我们怎样 会过好接下来的人生 今天 我已经知道我的答案 你呢 谢谢大家 你对时间都去哪儿了 你有你的理解 虽然你有很好的大学背景 很好的工作经历 但你给你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 那么重要的决定 好像真的不错 谢谢 我想说 号称在这个舞台上站得特别不容易 语言对你来说是一个需要你花很大的时间 跟经历去愉悦的一个障碍 那无伤大雅 因为你的讲演是有情感的 这种情感不是来自于语言 要多么的 多么的激烈 多么的有激情 我喜欢你这样淡淡的在那儿讲 讲一个故事 谢谢你 各位 如果没有其他的话 让孙皓晨先休息 我们请出下一位演讲者 好 孙皓晨 谢谢你啊 那他派孙皓晨 你们队呢 赵雨昕 赵雨昕可能他对时间 对生命 有他的一种理解 因为 他现在是一位志愿者 他在默默地 做着一份临终关怀的工作 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生命 把他捧在手上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挂了的时候 我们对于那些 即将逝去的生命 是不是做得太不够了 Beeze总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丰富的阅历 总感觉别人会不愿意听 你这个话 过去 现在 今后 都是阅历 你就是学会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身份特别 有个 他有一个主导思想 就是做自己 他希望我们 发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所以今天 我要把我想说的话 说给大家听 未来女主播 勇敢做自己 期待你的动静演说 老师好 你好 赵雨昕 我们听你说 好 我很幸运 因为18岁的时候 我成为了一名 临终关怀志愿者 所以我有机会 能够陪伴一些老人 走过他们生命中 最后的时光 不到三年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是他却让我知道 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在日本 有一位年轻的 临终关怀医生 他叫做 大金秀音 在他亲眼看到 亲眼听到了 一千多个患者的 临终遗憾之后 他总结了 人们在临终之前 会后悔的 二十五件事 在这二十五个事中 排在第一位的 是很多人 来不及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排在最后一位的 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许多人 没有来得及 和自己最亲爱的人 说一声谢谢 说一声我爱你 在2012年的 十二月二十一号 是传说中的 世界末日 我开始害怕了 如果明天 真的是世界末日 怎么办 我还有那么多 事儿没做 我还有那么多 想说的话没说 我才想到 我十九年来 这么努力 但我从来没有 和爸爸妈妈 认真地说过一句 我爱你 我赶紧拿起手机 给他们发短信 可是当我这条短信 还没发完的时候 我爸爸先给我 发了一条短信 他说 乖女儿 明天是传说中的 世界末日了 不管是不是 你该吃吃 该喝喝 爸爸妈妈爱你 你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那一天之后 我恍然大悟 原来在我的生活中 我总是一直 说不出口的那颗爱 我可能永远都 没有机会说 可能会成为 我这辈子的遗憾 所以今天 在这个 我喜欢 让我骄傲 我珍惜的舞台上 我要和我的爸爸妈妈说 我爱你们 其实时间 他就在那儿 他哪儿也没去 请不要 给我们的人生 留下遗憾 谢谢 别留遗憾 是不是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有对你的亲人 有过这样的错过 来拜托全体 起了一下 大声的 对你所爱的人 对你的父母亲 他们就在电视机前 说 我爱你们 好吗 来 三二一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我觉得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实在是 有时候觉得说不出口 但是今天 说出来了 而且我爸爸妈妈 他们一定会看 雨昕非常的好 我们一直在讨论 优生的问题 其实我们每个人 谁考虑过忧死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 快要终结的 那么一小段时间 我发现 时间才显得 格外的珍贵 面对生死 面对时间 与心意境 超越了你的年龄 非常的好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题材 但是我觉得 就是没有达到 就是最后我预期的 你给我一个震撼 因为这个题材 本身是很震撼 需要举的 可能是你自己 亲自感受到的 这个底子 就是你做这个 志愿者的时候 看到的这个事 我觉得那个 会很震撼 谢谢老师 来有请 孙浩晨 他们俩站在一起 好和谐 可般配 好开心 我每次见他一面 每次都说 帅到没朋友 你在这样子说 我的脸都红了 小伙子 你真的太实诚了 他说这个话给你 是里面 包含了很多用意的 你要告诉他 你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你非常非常漂亮 你在演讲的时候 我一直在盯着 对了对了 我喜欢听你说 我漂亮 我是很真心的说的 小伙子 我听说一件事情 在第一阶段比赛的时候 好像你为了训练自己 好的 广场上 对一群陌生人演讲 很多路人 当你神经病 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吗 好 这个事情我听的是很惊讶的 因为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我只想讲给你听 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因为我不想给我自己 太简单的目标 所以那天 我不知道谁告诉你的 我再完成一次 我有很多暗信 密封在各个角落 对对对 各个组里面 包括他们其他三个导师的组里面 都有我的人的 他们表面上以为帮他 其实都在帮我 回去得检查房间 雨昕 你有什么要和大家 去来讲一讲的 我觉得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就要有我自己存在的价值 今天我讲了 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我还更想讲一些 我亲身经历的 我看到的 我听到的事情 谢谢你们 小伙子 如果你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话 你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告诉我们呢 其实我 人生有很多故事 是要跟大家讲的 希望 大家能让我扭上来 这样子我可以更 学更做到中国的文化 和大家好好看看 中国 好了 喜欢赵雨昕演讲的 记住一 喜欢孙昊晨演讲的 记住二 请 选 走 他们的人生各自精彩 用属于自己的方式 传递了各自的人生故事 究竟谁更生一手 能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谢谢大家 赵雨昕 无论如何 我都是要感谢你 默默地在临终关怀 这个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 谢谢勇哥 让那些即将离去的人 有质量的 让那些活着的人 快乐地活着 无论是我输还是我赢 我都有很好的思想准备 建立了就好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希望以后能够做一个 称职的 踏实的 郭文元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看 公共话题是 乐嘉 你会是请哪位 这个人是在我的八个选手里面 被复活回来的 有一位从山东来的小伙子 一直在做着电影的编剧工作 蒋家琪 对 戏剧性的还在后面 后面 这一轮啊 基本上是难兄奉难妹啊 接下来我这边要出场的也是复活的 关心 看他们现场是兄弟讲给我们什么听 掌声有请 蒋家琪上场 爱情也有好赖 绝对不可以讨帅 我是愿意等待 打吧 景春 不再 我想 放弃三位导师的橄榄枝 去博得 X导师的回眸一笑 今天在最后 这么棒的那一段话 对我而言 没有用 给蒋家琪机会复活 最重要的原因是情感因素 比赛淘汰了之后 我已经万念俱灰 可是突然间又给了我一个重新复活的机会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凤凰涅槃 家琪过去长期受到的训练 是他对于段子和故事有一个超长的这种敏感 但是一个真正好的演讲 不是单有效果 才能做数 什么都不需要多讲 在那个当口情感的力量 超越一切技术的力量 你不需要时时刻刻 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台湾 他既然是老师 一定是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是有进步的 我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继续延续自己的风格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蒋家琪 带着导师的期望 他重新回到舞台 将带来子一样的惊人表现 家琪我特别好奇 告诉你被复活了 那一瞬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说实话 我淘汰了之后呢 我就说 不行 我觉得还是不够满意 于是呢 我说我要做一年的准备 明年我再参加超级演说家的第三季 可是当我准备差不多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我被复活了 我的那种从高处跌落下来的状态 好像突然间没了 接下来 蒋家琪 我们听你说 大家好 我是蒋家琪 上一次比赛呢 我经过了一番 非常精彩的演讲之后 有三位导师为我亮灯了 但是我被淘汰了 比赛结束之后 我收到了很多的祝福和安慰 来自我的父母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我的老师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同事还收到了另一个人的祝福 这个人是我的前女友 她是在好几年前 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而我留在了山东 于是乎我们两个人就分手了 几年之内就一直没有联系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 上一次比赛的时候 她其实就在现场 而且我下了台之后 我第一个人见到的就是她 她跟我说 佳琪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而且 我已经找到了一份 稳定的工作在济南 就是我和你现在 已经是在同一个城市了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第二天我们两个人就一起 坐上了回济南的列车 当天晚上我开着我的车呢 把她拉到了距离济南 一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山上 这个山是可以看到银河的 而且我给她准备了一件 特别的小惊喜 999朵玫瑰 放在我们车厢后面 车厢打开的一瞬间 她泪流满面 我还给她放了烟花 我们两个人一起看烟花 那个时候我觉得 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我们两个人的 所以呢 我现在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 我终于脱单了 就像我余老师之前说的一样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27岁的这一年 我终于做到了 这是我的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接下来呢 要向大家分享的我的 第二个幸福的事情 我是一名电影的编剧工作者 现在 由我编剧的一部 小清新的微电影 已经在院线上映了 就是在今天上映的 而我的领导说 因为这方面的成绩 他会给我五十万的奖金 五十万 我突然间觉得 一周的时间 我爱情事业双丰收 我觉得 我好像从这个比赛中 失去的东西 我在另一个地方找回来了 我觉得是时候 要给我的爱人 给我的父母 一个好的生活 我已经决定要听他了 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他 还有对我的父母说 我爱你们 我成功了 我睁开眼 凌晨四点 周围一片漆黑 我又做了这样一个 充满着幸福的梦 这个梦让我做了 连续好多年 我今年二十七岁 我的女朋友 早就跟别人比了 我做微电影 四年了 到现在我一无所获 我每个月都还在为自己的工资而着急 我的父母 我没脸见他们 我真的没脸见他们 我因为我现在混得一无是处 我只能每年七年的时候 我才回去看他们一次 因为我实在是不得不回去了 我爸总是想让自己开着小车 到了那个山上 一个人看银河 那一刻我独自望着星空 有那么多的灿烂的梦 我相信现场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曾经做过这样一种 充满着幸福的梦 可是你们也都知道 这只是一个梦 这是我们走过路过又错过的幸福 它其实都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这些遥不可及的幻想翻来覆去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只是想提醒我们 那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而如果你不去坚持 不去努力 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话 它将永远都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幻想 于是乎 我们披荆斩棘 在我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努力地奔跑着 腿断了 我们跳着也要追寻 只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在我们老了之后 才后悔莫及 只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想要的幸福就在前方 天亮了 我穿上我自己的衣服 买了一杯一块五的豆浆 开始了自己 全心又平凡了一天 我在上台之前 用微信给我的妈妈 发了一条信息说 妈 我突然间觉得我今天特别幸福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说 我爱你 我妈说 你神经病啊 你是不是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啊 我说 妈 这次 是真的 你的这个演讲会让很多年轻人 会觉得非常的 有认同感 梦想啊 和幸福 其实真的不能去用梦来想 它不是梦 它真的是我们需要去真正做到的一个现实 你好几回像你刚才说的微电影 我一开始听了个吸引雷珍你知道吗 说实话 这确确实实是我过去好多年的一个梦 然后 我也在努力的去实现 我听完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我想先拥抱你一下 再踹你一脚 我觉得我很聪明很敏感的人 但是我也信以为真了 你说 你女朋友来到现场了 我说啊 真的 然后你说我今天脱单了 我还特感慨了 我特高兴 我就 然后当你说凌晨四点梦醒了 我当时就被人晃了一下那感觉 后来我在听的时候 我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我听得很认真 但是我怕下一步 你会不会再晃我一下 因为我投入了很真的情感在这儿 但是我要告诉你佳琪 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棒的讲演 我跟这个鲁玉老师的这个感觉正好相反 我喜欢那种感觉 一针一换 用这个梦来说这个现实 然后才用这个现实说自己的这个梦 因为它特别出乎人的这个意料 没有人会在这个演讲舞台上运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你自成风格挺好的 要坚持 我还期待着下一步 对 佳琪还有一点 999朵玫瑰 除非您开的是卡车 否则后备箱肯定放不下 对 我应该从那一刻就知道 你讲的不是真的 我太笨了 这个事情我提醒过你 我说要让观众相信你的梦境 细节的塑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鲁玉这么精明的人也被你蒙进去 足以见得女人还是很容易骗的 这个 没有 是因为我没有收到过 我送你 我送你 好吧 999 我送你 说定了 好 他们三位能够对你认可 这是我的荣幸和自豪 其他的老师都说了 我不想讲了 祝福你在今天能够上天眷顾 谢谢 好 谢谢 你可以去休息一下 来 有请观星 身心合一 我们才能在脸上开出最真实的花朵 我作为今天一位普通的聆听者 从我的心里 没有任何 观星 他在我台上表现的还是真正的 赛后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给我一个复活力 我觉得在文案当中 在日后的比赛当中 你应该有你的职业背景 所以你既然是记者的话 文字给出的是一帐 而我个人的心里就只有一尺 为了二路创作 我可以说到一尺一足矣了 绝不能就是 对 李勇老师因为为了打消我心里的一些顾虑 他给我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学训 虽然上次我的演讲发挥的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看到了我演讲之外 有一些他欣赏的特质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让李勇老师骄傲的学生 看英万柔美的他如何解读路过幸福 大家好 李勇老师好 李勇姐好 建冰老师好 乐嘉老师好 关心 路过幸福 我们听你说 今天我要说的是 不要去打扰别人的幸福 我昨天发了朋友圈 第一个说 和南归运去吃了挂念好酒的彩虹蛋糕 好好吃哦 求点赞 第二条说 哎呀 周末还要加班的女屌丝 不能泡吧 只能在家泡康师傅 哇 三十二个赞 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 我们路过真实的人群和社交网络 我们也路过别人五光十色的幸福 我觉得在这段旅程当中 我们要谨记一个原则 就是做一个好的观众 千万不要去打扰 就好像上阶段 有一个非常火的相亲广告 说的是一个大龄氏女 被躺在床上的奶奶 逼着去相亲 然后她注册了相亲网站 得到了另一半 最后皆大欢喜 奶奶的心愿完成了 我记得在这个广告播出的时候 正值春节 原来是其乐融融的环境下 正在吃年夜饭的饭桌上 我们一家看到了这个广告 这饭桌上立刻就开始 找对象问题大讨论 但这个讨论呢 往往都是不欢而散的 后来这个广告啊 遭到了很多人的声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方面打搅了别人的幸福 第二呢 也间接伤害了别人的幸福 就好像上两年有一个犀利哥 是的 她的生活是过得不好 我记得犀利哥那时候的头像 被劈成了国际名模 国家元首 飞行员等等等等 放在网上供人娱乐 我们到底是在救助她贫苦的生活 还是仅仅在消费她的人生呢 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觉得我的责任 是传播信息和文化 而不是去消费信息和文化 记得保护 而不是去打扰 当我们用镜头照进别人的生活的时候 请先停下来想一想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镜头的照射 而永远改变了它原来的样子 归到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路过幸福的时候 只要点一个赞就可以了 人生不都是需要揭穿的 人生有的时候 只需要在我们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 守护着我们稳稳的幸福 谢谢大家 我只有一个感触特别深刻 你刚才讲到的 我们大家也都有所感受 但是从一名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合适 而且是到位的 挺好的 谢谢 关心 关于你今天的演讲 话讲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所有做媒体的人看完以后 他听完以后 他一定会反问 你说得很对 所有的好话都跟你说了 那你告诉我怎么解决 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要压缩这么大的一个容量 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提出一个观点 象征性地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可能从接纳度上面来讲 就会更加讨巧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和认知 我知道 站在这个舞台上说一些话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效果 或者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但是我不在乎 因为这就是我的声音 就好像在一个叫云图的电影说 一滴水不是海 但是一滴水都没有 就永远不会有海 我愿意做这一滴水 而不是去做海 我愿意发出我的声音 就让别人听到 关心我再去做那一滴水 而且我倒觉得 作为一个记者 有的时候采取一个 不夺夺逼人的状态 反而是最有力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的演讲 非常的好 谢谢 谢谢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 贺家老师的蒋佳琪 谢谢 今天这又是第二副特颁配的报告 对 也和谐 那关心你刚才手里拿的这个 刘武他来自图杰 是一个台湾的选手 这张照片 是我们吃夜宵的时候拍的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卡 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还也关心 同为林勇老师站队 却没有多些时间跟你好好聊聊 真的很可惜 不过还是很开心 昨晚有一起喝喝东西 我好想为你在场上加油打 但是我不行 很抱歉哦 希望你能用你的甜美专业 打动观众的心 加油 给你的好消息 来自台湾 老是听不懂你们小姐的伙伴 突接 我们站在台上这十几分钟 美光灯就都照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身后的人 才是把我们推到这里的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到这儿 带来的不是紧张 不是压力 而是爱 真的是满满的爱 谢谢 我觉得我再多说半句话都是废话 爱碰到幸福了 来 喜欢关心演讲的记住一 喜欢蒋佳琪演讲的请记住二 请选择 一个是亿万亿争的幸福梦想 一个是理性技术的独到见解 两种综合迥异的演说 实力相当 大众评审进入纠结抉择 你们俩对刚才回头的一瞬间呢 他大批人切走了 蒋佳琪 你是51%的票 关心你是49% 好 谢谢 谢谢 这次的比赛挺刺激的 因为我就好像是一团虎活 他呢是柔情似水 我们两个人的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是在所有的选手当中极为少见的 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命题 他半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出来 他的创造性是激强 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想留给我们什么话吗 感谢李勇老师 你是一个120分的老师 但是我可能只是一个50分的学生 所以非常感谢你 无论是什么结果 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恩赐 因为这个比赛就是一个礼物 一个人你可以丑 但不能怪模怪样 可以长得不好看 但不能邋遢不堪 在最高的意义上 一个人的脸便是他的人 身心合一 我们才能在脸上 开出最真实的花朵 做自己 做自己 这舞台上就去做自己 很多人会说 这是一个节目 这是在镜头前的表现 但是我是真实的 我就是在这里 我觉得我在这个台上已经圆满了 关心以微弱劣势 西拜加加起 战队队决第二回合 雷勇战队再度失手 欢迎您继续收看 《会卫视超级演说家》 本来没有一罐好奶粉 非合英语尔奶粉 与洁净呼吸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男人和女人如同两只刺猬 离得很近 可能会彼此伤害 男人习惯聚焦时 看待世事 女人则是发展时 看待周围的一切 认知世界的方式差距如此之大 以致男人和女人的冲突 由此而生 绵延至今 今天的你将怎样解读 来自不同星球的这两种人类 分轮对战 现在开始 事儿大了 男人和女人 你们二人为今天分别会派谁 一个已婚 一个未婚 已婚的是来自西安的张笑蕾 另外一位是未婚的 来自成都的他叫肖肖 我想可能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一下 把他们心中男人女人如何相处 那我要派出的是刘洋 还有一位就是妇产科的男护士 尹凤龙 两个人有很大的反差也是 好来我们有请张笑蕾 肖肖 希望你能好好爱他 用你的生命去保护他 如果有一天 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我打破你 我说死你 拿我的造型来说 我婚纱照都没有我 就是穿得这么帅 不是为了炫富 是因为我要面子 不知道你们是喜欢吃两两个一组呢 还是一个人一个人一组呢 一个人一组 亲爱的肖肖同学 你这样跟笑蕾一组 为什么 肖肖是那种讲话比较闷闷的 另外就很张扬的那种的 这我觉得是挺互补的地方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独来独往的 会不会我跟他在台上吵起来呀 我的妈呀 和肖肖一起 我当时想说特别好 因为他身上 他能够捕捉到的那些点 恰恰是可能我这块 可能就突现条容易跳过去的东西 因为我也是欲强则强的人嘛 然后我就还蛮放心的看到 谢谢 一直都在磨合嘛 我们两个是属于那种 都展现得很全面 每个人都有煽情的部分 每个人也都有表演的部分 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 我们语言上更多的专业性之外 我觉得我们可能对胜利的渴望 会更强一些 他们强强联手 正立善理善意出发 大家好 各位好 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我想问问二位 你怎么理解男人来自金星 女人来自火星 我一度觉得 女人是这个世界上非常诡异的生物 她们看我们 就如同她们在看宠物 有点意思 刁香呢 我觉得女人就是需要呵护的 现在我们都住在地球 那作为男人 我们就需要为女性负起 我们应该负的责任 我太同意你的看法了 好 你们说 我们听 各位好 我是孝雷 我已婚 大家好 我是肖骁 我未婚 今儿我们二位 跟各位来分享的题目叫做 女人 何苦为难女人 我一直在揣测 这个女人为什么会为难女人呢 我大概想了一个规律 就是每一个女人 都会在自己的脑袋当中 创立一个假想敌 然后用自己的各种完美无瑕的逻辑 把这个假想敌 就拿我老婆说吧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你肩膀上这长发是谁的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呢 你说咱们娃道 归谁管呢 这都是小事 各位 那天 我老婆在家 切菜准备做饭 切着切着 她突然下意识地随口 问了一句话 你平辞最喜欢你 我女演员是谁呀 我也是嘴贱 我 当时电视机随便瞅了一眼 呃 江秦秦 我老婆听到这句话 我不做了 照江秦秦做去 但是我更想说的一点 是女人的多疑 太可怕了 你知道我们男人的思维 和女人的思维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男人没事干 喜欢发呆 我有一次就是在 你想杀你 老婆 我什么也没想啊 你好好说 你到底像贼 我就是发呆 你胡说 你肯定是像前女佣 你看到了吧 一旦男人说出的实话 不是女人心中 想听的实话的时候 女人就会觉得 你在撒谎 于是最后我只有说 我还太准了 我就是在计划 下个约 我逮你去趟 是假装 所以我想说的是 各位男人 千万别觉得 你们家里的女人 在刁内 她们是在用 女人的天性 为难她们自己 那听了孝蕾的讲述呢 我在想 虽然孝蕾比我大几岁 但是为什么他看明白 还没我透彻呢 女生的小心眼 都是因为他们心中 对一个男人 拥有大爱情 在我看来 女人和女人之间 没有绝对的和平 只要这个世界上 有男人的存在 她们的战火 就会一直蔓延下去 这就是我要说的 一个女人 如果无法阻止 别人的刁难 那何不放自己 一条火路呢 现在很多女生 为了别人的眼光 让自己变得尽善尽美 我认同 我觉得父母不给力 咱们自己要争气 先天不足 我们可以后天进步吗 但是我认为 这些自我管理 一定要建立在一个 合情合理合法的角度上 去完成 前两年 甄嬛正火的时候 有一天我的朋友 突然跟我说 她想去做个 孙丽的眼睛和鼻子 她告诉我 看电视的时候 她男朋友 突然告诉她 这姑娘长得真漂亮 听到我是毛骨悚然 她又不是皇上 你凭什么 为了她变成甄嬛啊 现在很多女生 为了男朋友一句 你瘦奖好看 无所不用其极地 折腾自己的胃 就跟她身体 不是自己的似的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你没有那个命 就别得这个病 给我好好吃饭 好好做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 永远都有比你瘦 比你美的女人 出来各应你 恶心你 所以当我们怀着 悲天敏人的情怀 读着别人的故事 感叹着女人真不容忌 女人何苦为难 女人的时候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 想想自己 与其对他人过分执着 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 过得舒服 活得坦荡 天文萧萧这段话 我想对我老婆说两句话 老婆 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 咱们爱情的结晶就要降生了 将要承受着女人们这辈子 老天爷给予她的最大的刁难 我想 从下完节目回家开始起 每天陪在你的身边 牵着你的手 守着你 护着你 用爷们的肩膀 帮你把这老天爷的磨难和折磨扛过去 我等你接着 折磨我 我是笑蕾 我已婚 我是肖蕾 我未婚 女人在用生命 向男人提出每一个问题 而我们男人应该要做的 就是用我们的一生 去为他们寻找答案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笑蕾 你有一个地方是 与生俱来的天生的强项 在后天的训练当中 笑蕾 你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在情境模拟的时候 都能够极其迅速地 进入到情境 并且随时抽身出来 比方说切菜 都几乎描绘得唯妙唯肖 我要想听 肖肖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你不张口 别人感觉不到你的锋利 你对于话题是有掌控性的 所以你们两个的搭档 会变得很有力量 谢谢乐家 笑蕾 肖肖 作为你们的导师跟朋友 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很为你们高兴跟骄傲 任务完成 我希望观众都感受到 你们的那个热情 真诚 你们的观点 接下来就希望 上天能够眷顾我们 再次谢谢你们 很棒 谢谢四位老师 好 有请尹凤龙 刘洋 接下来 是怎样的结局 引爆现场激励冲突 撞得了什么 我个人觉得你们比下一集要好 那一边我觉得完全是 刘洋的一个个人秀 接下来做出这个选择 我一定会留下这个 坦对呢 一二可以拿起手机 跟一段新大写字 我们的挨插内容 发送到1066-012-688 在这里还特别感谢 新浪娱乐特朴端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情绪威势 网易新闻特朴端 测试网 以及手机摆动的大力支持 超线作家 我们追求 接收眼睛 有请尹凤龙 刘洋 故事这个职业 都在履行着保护生命 减缓病痛的职责 我热爱我的职业 能成为白衣天神的一员 我很自豪 教会他们如何面对 那个平凡的自己 又如何面对 这个多元的世界 教会他们如何稀有猛虎 同时又让猛虎细秀强威 尹凤龙 然后是和刘洋 新东方的老师 你俩一个组 尹凤龙和刘洋 他们都具备 演说家的功力 我跟尹凤龙 这个风格差太多 不想再偷玩 像是闪魂的夫妻一样 不停地在吵 我们不停地在争 都过我们俩就磨合磨合 像不能说老夫老妻吧 可以是有一定的默契了 现在两个人慢慢磨合 已经非常不错 特别有信心了 大家好 丹凤老师好 稳稳地讲述一下 我们听你们说 刘洋 最近有看猩猩吗 我最近没什么时间去动物园 我说的是韩剧 孩子是猩猩的你 很多女孩子都尖叫着说 都教授是我们心目中的好男人 一 守身如玉 独自生活在地球的四百年里 没有对任何一个女性动过心 可话说回来 如果所有的男人都心如直水了 女人们就该着急了 第二点 有赚钱的天分 第三点 也是最难的 都教授有超能力 他隔着墙壁 就能听见女主角在说什么 他有什么需要 瞬间就可以感到 最近网上留上了一句话 我搬起砖头 就无法拥抱你 我放下砖头去拥抱你 就没法养活你 像都教授那样 双手抱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又能用意念去控制砖头的人 是外星人 那么作为地球人的我 搬着砖头 还想去帮我自己来上 咱男人是真不容易 那你说在世界上 咱男人是不是轻松一点的 你想得没 因为这个社会对男人的要求 就是坚强 独立 敢担当 所以男孩子从小就被当硬汉 你比如说小时候 如果一个小女孩 想要对另一个小女孩 表达友好 她就会特别娇羞地跑过来 飘飘飘 哎呀 我们去上厕所吧 然后就拉着手飘飘跑 你就在后面看 你觉得 那么可爱 好贴心 如果是一个男孩子 比如说 乐嘉老师小时候 和陈建斌老师小时候 乐嘉老师 哐啦哐啦地走过来 说哎呀妈呀 咱俩人上个村子碗呗 拉着手 劈啦啪啦地往前走 你还敢看我 你说长大了 咱男人是不是好一点呢 你又想那么 你说说工作上 你一犯了一个小错误 这错误真是小的都不能再想 本来都该原谅 但是只要是女人 可以笑啊 对不起嘛 你这不是故意的啦 原谅我好不好 原谅我好不好 就要是一个男人 哎呀妈呀 那不是故意的 原谅我好不好 好 我真恶心弄死他 所以你看啊 女明星 你只要长得特别漂亮 就特别容易成事 而男明星 你不仅要长得帅 你还必须玩命地努力 台湾演员张震 我多帅啊 拍任何一部戏都玩命地努力 我给你数数啊 拍赤壁 他熟读三国 拍现党委业 他通过民国史 拍震撼学生 他考验前日之道 拍一代宗师 他拿下全国霸击 成武术冠军 这么努力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 要是有一天 他拍李莲 哟 我都不敢想了 我跟你说 没办法 谁让咱男人是男人 但是男人再不容易 也不能忘了男人的责任 男人的责任 不单单是挣钱养家 更多的是 对女人的体贴 尊重 对家庭的担当 一句话 男人 再难 也要给女人一个坚实的肩膀 一份不老的爱情 男人再来 也不要忘了女人的付出 她把她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你 她爱你的一切 她放弃了她的一切的浮华 一切的徒劳 爱你的才华 爱你的隐忍 更爱你那一次又一次的无奈 有了这样的姑娘爱你 男人 男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谁叫咱们是男人 男人不容易 但是每次下班后 都有一百六套 男人不容易 但是每次你晚归的时候 拖着皮症的身体 家里永远有一盏 为你点的灯 男人真的不容易 但是每次 你在奋斗之后 望着夕阳 默默泪流的时候 你的背后 总有一双温柔的手在爱着你 有了这份爱 什么男人来自金星女人 来自我 就咱们男人 不容易就不容易吧 谁啊 咱们是男人 那个 谢谢 挺不错的 凤龙就是一直是这种冷幽默 然后刘洋是这种挺张扬的感觉 但我觉得 凤龙比上一次表现的要稍微的收了一点点 刘洋恰恰相反 我觉得你今儿是打开了 我觉得不错 两个人互补的很好 谢谢陆老师 那个陆毅老师说你们互补 我觉得确实是互补 但是就是互补 它就像编绳子一样 两个不同的东西要编成一根绳子 就它就会特别的棒 但是在演讲的时候 我觉得稍微的 有点分离 从内容合力的角度上来讲 我个人觉得你们比上一组要好 聚焦点更强 它不用动脑子 它可以直接被你切入 但是演讲技巧的角度上来讲 风轮弱了一些 乐嘉老师 如果我用太多的技巧去修饰它 那可能会效果更好 但那个不是我 对吗 乐嘉老师 不对 这个话肯定是错误的 我说你现在看到没有墙上挂的这些话 好 你拿了一个毛笔 拿了一个墨 站了一下 你告诉我 这就是话 无比真实 对不起 你认为无比真实 无比美 我不理解 为什么那些人要去训练 学习画画的技巧 所有的技术 是为了最终艺术 能够更加真实 而更加美好的呈现出来 否则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演讲者 听了几位老师 他们在讲 陈建平老师讲到 就是觉得 有显得比较强的 有显得比较弱的 我们就拿相声来做一个比对吧 两个人在一起 要完成语言这个作品 势必得一抢一弱 两个人要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 要有魅力的话 势必得一块一码 一个就得负责逗跟 一个负责捧跟 有磨合不到的地方 那是肯定的 但是还好 这几位老师都从你们当中 找到了这个范畴里的特点 那相比较上一组 张笑蕾和肖肖 都挺强 我觉得观众 会有一个评判 好 我们就请上 张笑蕾和肖肖 你们听完他们的讲以后 你们内心觉得 我的问题应该明白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太好回答的 就实话实说 因为李永老师刚才推崇的是说 一强一弱的搭配 但是我觉得毕竟这个是演讲 不是相声 所以我觉得当两个可能 都有技巧的人在一起的碰撞 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更精彩 因为我们是有火花的 而那一边我觉得完全是 可能是刘洋的一个个人秀 对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也很恩爱 我一直拿我们俩做个比方 我们俩就像很多闪魂的夫妻一样 不停地吵 虽然我们现在算不上是老夫老妻吧 但是多多少少 还能看出几分恩爱了吧 你用过弓吗 拉弓的时候 那根绳子要极为的紧 这个弓要弯得特别的弯 这种情况射出的剑才有劲 我可能就是那根绳子 崩得极为的紧 我把我自己手都勒腾 这时候我射出的剑 它都直是敌人的鞋 我们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我们并没有像他们一样 在不停地说着咕噜话 我们所做的 之所以很多人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在同时 并行两个不同的方向 谢谢 我很赞赏 刚才你们四个人在台上 很鲜明地表达观点 我们说得很好 我们说得很好 我觉得在超演的舞台上 就是应该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年轻人 像雷根香香 还是那句话 表现得非常非常地出色 接下来我们要把投票权力交给 尊敬的各位观众评选 好吧 来 在座的各位尊敬的观众朋友 请出资 一边是幽默风趣 一边是犀利调侃 为了捍卫战队荣耀 他们坚定立场 表达鲜明态度 每种风格 更受观众青睐 在双人演讲比赛之后啊 二位当中有一位要带定 事情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接下来的90秒钟的一个命题的即兴 举例讲是相声演员当中的话呢 我一定会留下这个 痘痕的 刘洋你要多理解我 直接晋级的是尹凤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在那边找你 刘洋 加油 你这个特负呢 笑蕾跟肖肖 就这场比赛来说 你们表现的我觉得是更好的 肖肖你让我很吃惊很意外 你的表现超出了我的太多太多的预期 你可以是一把很锋利的剑 笑蕾你会任何时候都会一如既往的 发挥的非常稳定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PK赛中 只有90秒的时间 我需要瞬间爆发 我需要有一些特别奇特的东西 我需要为整个团队去考虑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我接下来做出这个选择 很难 肖肖 希望你做好准备 接受那样的挑战 笑蕾 我觉得 比赛对我来讲 就像是看电影 就像是烟花一样 这个舞台 我来这儿说上几次话 感受一下 中国顶尖的语言节目的一个魅力 我叫笑蕾 呼啸的笑 雷锋的雷 面子这个东西 你好他没错 但是一味的死要面子 就大错特错 烟花璀璨之后 电影落幕之后 不管你走得多高 走得多远 是要回归到生活的 我是特别特别希望 能够让他继续往下走 因为对我而言 其实走到这一步 还是再往下走 还是继续往后走 其实 也就那么回事 但是对他来说 如果你让他下去了 我对他两天的了解 我觉得 我估计这孩子受不了 我估计他受不了 如果可以的话 请各位 再给我这位临时的搭档 萧萧 掌声鼓励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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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呢就要进入 我们四位之间的 每一位带定 演讲者的 90秒钟的一个 挺残酷的比赛阶段了 来我们有请 刘洋 马白威威 贾小新 王红 90秒钟的 急性演讲 是纯粹的考验 比前面那些选手的 更激烈 因为四个人同时在一块 时间又这么短 而且短兵相接 90秒不是让你来讲道理的 90秒就是要比表现力 来 关注一下 公共话题是 2014年2月17日上午 深圳白岭凉亚 突然倒在地铁舌口线 水湾站C出口 机位路过市民 无一失忆元首 是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 请听起 你是一名医生 在杂高峰省办的路上 看到有人晕倒了 经现场判断 你知道 必须迅速将这个人 搬到方便施救的地方 但你一个人搬不动他 此时此刻 你要如何说服过路人伸出援手 每位新手将有90秒的做大时间 比赛开始 邀请一号王虎 首课出展 战地铁舌如何集中生死 现在这人都怎么了 病人晕倒了 没人服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肯定是这样认为的 我不认识他 我有急事需要去办 或者说 我不想惹这个麻烦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在这儿躺着的 是我们的亲人 你还会袖手旁观吗 我要给大家说 我学过战场救护 二十多年前 为了救战友 而光荣复伤 可是这条伤疤 并没有换回那位战友的生命 可是今天呢 没有枪林弹雨 你就需要伸出一把援助的手 就能挽回一条鲜活的生命 你们说 如果你们遇到这个场合 你们会不会出手相助 会不会 谢谢王红 有请刘洋 一万幽默的他 将如何面对这个严肃话题 各位请等一等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顾虑 我可以给你们两个成功 第一 我会掏出我的手心 把所有的记录都拍下来 所有的事情我来担 如果他真的是讹你们 我一个人来承担 第二 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 你们也许不想搬 是因为你们讨厌这个世界的丑恶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罐口是1810年发明的 而开罐期是1858年发明的 人生之中美好的事情 一定会晚来 千万不要让丑恶控制整个世界 你是否能想到 将来美好的白天 美丽的白云 漂亮的绿树 全都要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如果丑恶控制了整个世界 我的下一代还原来到的 都是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只想说 你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 来跟我一起征修这个世界 好吗 三号有请贾小新 独自面对与成人的较量 期待你的能力战法 她是我妈妈 你们能不能帮我 把她抬到那个地方去 要不然 你打一下急救电话好吗 谢谢 你们难道 连个电话都不能帮忙打吗 难道 你们就宁愿相信我们是骗子 也不要帮忙救一下人吗 如果这里躺的是你们的母亲 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孩子 难道你们就不救吗 我想知道 在你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你没有去帮助别人 如果真的 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别人不会来救你 那是肯定不会的 我知道大家都是好人 我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许多不美好的因素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不美好的因素 而埋没了我们原本的善良 人之初性本善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是大家教给我们的一个道理 请大家帮一下我好吗 帮一下这个地球好不好 有些朋友不愿意 我非常理解 为什么 因为你们有可能被讹钱 有可能这条命 你们也会被讹上 太理解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是没有义务 一定要做一个好人的 而且好人在这个社会 未必会有好报的 也许今天你救了他 你妈妈倒在地上的时候 未必会有陌生人愿意救他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还希望大家做个好人呢 因为这能使我们度过 每一个心安的夜晚 每一个平静的早晨 很多人说好人没好报 可是成为好人本身 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帮帮我 帮帮他 谢谢 王宏 我想想跟你听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两个人讲得不错 一个是你 一个是贾小新 谢谢老师 小新你好的是 因为你足够真实 你在五秒钟之内 已经迅速进入到情境了 这个很难很难 而且不是装出来的 我想跟王宏讲的事情是 当你把你的衣服 撩起来的那一刻 已经足够震撼我了 今天你到底命运会如何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告诉自己 要继续战斗下去 我说完了 金斌老师 四个人的表演 都非常使我的动容 但是我觉得贾小新的这个 尤其是我动容在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小孩 所以我觉得贾小新今天 表现得非常好 我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要对薇薇说 你够真实 你胆子够大 你比我有勇气 而且你有观点 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谢谢你薇薇 让我能够认识你 接下来每一位呢 对每个人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拉票 因为你们刺猎当中 只有一位 晋级 我想说的是 乐嘉老师 我可能对我自个儿的 今天的表现 会让您失望 不会的 我很注重过程 今天的结果 我只能 以老兵的名义 向你们敬礼 一张 降临 我在这个战队里 认识了种种种种的朋友 我看到了他们的 无限的努力 他们在拼尽全力 争取把自己 所有的最好的东西 展现给各位 现在他们就在我的前方 我的朋友就在我的前方 等着我 他们有的人 已经被淘汰了 我的身上不仅有 我自己的梦想 我还有他们的梦想 我一定要留在 这个舞台上 我要带着我 他们的梦想 在这个舞台之间站上 我觉得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 很不一样 我不想离开这个舞台 因为我觉得 这个舞台 既需要听前辈讲话 也需要听 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种人讲话 虽然我知道 我们现在还很小 但是大家可以 通过我们的视角 换一种方式 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可以带给大家 跟不一样的感觉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觉得严江泽有两种 一种是热心肠 一种是冷头脑 我经常会怀疑一件事情 是不是 这个世界除了热心肠以外 也需要冷头脑呢 是不是 我们在 不停地用道德 去感动别人的时候 也要向别人说明 道德背后 是有一个道理存在 使我们成为道德的人 所以 我想用一句话 总结我的拉票 我心中有一个宝藏 它空无一物 它价值千金 不纠结了 现在要摆脱在座的各位了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谢谢你们 请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历的失败 然后再次回到这个队里 我就可不得珍惜 我挺享受在这个舞台上 比赛的过程的 在这个舞台上 他可以说自己 所有想说的话 把自己所有想表达的 全都表达出 刘洋 马维维 王红 超级艺术家 感谢你们 再见 我是刘洋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星 一个会拿激情 去感染各位的一个小星星 也许月亮很美丽 但是在这个夜空中 星星也有自己的光彩 挺感谢超级艺术家的 他让我坚持真的自我 我姓马 叫马维维 世界上有两条路 一条铺满鲜花 一条铺满荆棘 我选择男的那条走下去 这不是天性的傲慢 而是对命运的谦卑 生命 勾引一切 我叫老师 虽然我战败了 但是我没有偷懒 在你的指挥下 冲锋的险阵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超级艺术家 下正午晚 超级艺术家 这处目的 你在今天晚上 跟你一起 身败名裂 这太吓人了 站在这儿 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 他们需要 是我们踏踏实实的行动 乐佳老师 今天我这美女 大大口水流泥 都能泡完 方便面了 我是在听一个演讲吗 只有自己选择 他们才会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 你表面上为了追求你的自由 我只做我自己 今天来就是为了赢的 不要赢 一定会赢 就算选错 人生不会毁 本栏目由一罐好奶粉 非和婴幼儿奶粉 与捷径呼吸 经收清静的 曼妥司 经济舞堂口香肠 联合各名播出 超级艺术家 我们越说越精彩